自9月10日发现首个阳性病例以来 福建省莆田市先游县一直处于此轮疫情风暴的中心 官方数据显示 自9月10日至9月19日24时 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1例 其中境外输入1例 本土190例 无症状感染者3例 时值中秋佳节 隔离点的民众生活情况如何 孩子们的精神状况又如何 9月20日 记者前往先游县的一家隔离酒店实地走访 万家酒店是当地最大的一个疫情防控隔离点 酒店的外围拉着警戒线 酒店隔离外来人员谢绝进入 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这里共有415名隔离人员 其中12周岁以下儿童达到了137人 为保障隔离人员能以较平稳的情绪度过隔离期 隔离人员居住的每一层楼 都有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担任楼长 建立微信群及时沟通诉求 安抚慰问 这个就是我们第16楼的这个微信群 16楼楼长建立的微信群 这里面小朋友在房间里面作画 这些文具都是我们给他提供的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一次抖音大赛 晚上8点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派了一个抖音 来鼓励他们 这是我们在抖音大赛 我们也去参赛 然后互相互动 抖音大赛 打卡大赛 包括我们接下来要搞的这个薄饼比赛 然后是整个群活络起来 然后也是群里面这个隔离人员精神生活得到了满足 此外 相关部门和爱心人士 给孩子们送去了经严格消杀处理的玩具和绘本书籍 以缓解孩子紧张情绪 今天是第十天 吃的什么都还习惯吗 吃的很好 像这边吃的 它营养搭配的非常均衡 蔬菜水果都有 小朋友也很喜欢吃 酒店跟爱心企业 该给小朋友提供了一些书籍 让他们不会那么无聊 有时候写写画画 看看书 就是娱乐活动也挺多的 下午五点 工作人员换上防护服务 走专门的通道进入隔离楼层 开始送餐 从酒店的监控视频中 记者看到 每个隔离房间外都设有一个小桌 每到饭点 工作人员将饭菜放在桌上 并敲门示意 同时尽可能确保各房间取放时间互相错开 以避免多人同时出门取放至交叉感染 早上七点半吧 中午是十一点半嘛 有的早一点 有的是早半个小时 我们是六个人 那这两天安排两个人休假了 就四个人 送一趟下来要多久 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还要送一些物质呢 一日山厂里面的纷薯搭配 还有美乐的水果配送 中秋节将近了 为每个隔离人员都送上柚子 还送上月饼 送上牛奶 这些物质保障 就是大大安抚了我们隔离人员的心情 小红是先游县分庭证 一所学校的老师 9月11日来到了这个隔离点 从最初的不知所措 到如今的正常生活起居 小红感受到了隔离点工作人员 满满的关爱 东西当时也没带多少 就很慌 然后前几天 基本可能是不适应 来这边身体也状况不在状态 后来说我们就是每个城 都有一个管理员 还有这一些帮我们的人 他们那个工作很到位 而且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 很关心我们 尤其是小朋友 这几天 小红每天都在房间内画画 她也希望用这些作品来鼓励大家 也谢谢帮助过他们的人 不管是孩子的话 还是我们大人的话 我都希望说传递出去有个期望 告诉他们 我们虽然在隔离 我们也在共同的抗议 时至中秋佳节 小红和陈女士也通过记者的镜头 带来了他们的祝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在外的人 虽然跟家里人不能团聚 但是一样的 我们人不在心还在 我们一起中秋节快乐 相信我们看一个晚上 excellence 祝 mañana 然后 咱们 ea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